好 博桌球男团需要大家持续的加油打气 八强赛将在今天下午一点半的时候登场 对手是德国队 也就是说呢将会在队上奥恰洛夫 那么双方的战力分析 我们要交给资深记者蓝玉明 再来关心到中华队的赛事消息 在桌球团体赛事的部分要进行的就是 中华队上了德国的组合 这一次的德国组合呢 阵容呢是比较之深一点点 当然领行的就是32岁的奥叉洛夫 带领的是法兰兹卡还有像波尔 那我国的阵容呢是由40岁的庄志渊 还有像即将要买20岁的林云如 以及30岁的陈建安 那可以看到庄志渊不用讲了大赛心愿丰富 已经是五朝元老了 再来林云如呢在今年打得非常的出色 也摘下了混霜的铜牌 陈建安在这一家的奥运呢 他是第一次来亮相 过去他有打过 但冬奥呢现在是第一次 一开赛对上克罗埃西亚上一场比赛 他是节奏有点不稳 但后来也找回到他的步调了 这三个人呢现在要来挑战这个德国组合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 第一个点双打了 因为陈建安跟庄志渊一定会左右出击 对上这个波尔 还有像法兰兹卡的组合 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气势要打出来 单打的部分林云如跟庄志渊 可能要面倒就是奥洽了 那这个部分呢要特别的加油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今年冬奥的这个铜牌战 还有伦敦高域的当时的铜牌战 庄志渊跟林云如都败给了奥洽 所以现阶段呢要好好的来调整一下 来完成复仇季 德国男团也非常精彩哦 林云奥运拿下铜牌 北京奥运夺银牌 伦敦奥运是拿下铜牌 所以他们的实力非常的强 赛前教练预估了 这是一个五五波的一个比赛 所以呢如果有机会打进去的话 对中华队后续的赛事将会更有信心来晋级候选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